才两场夏季联赛而已 火箭队今年探花秀来自于肯打击的优质射手Rid Shepard 已经被媒体称作时 他对于夏联层级来说过于优秀了 大家好我是Terry 在夏联首秀时起头9中 三分球6投4中 砍下23分 四篮板5助攻 一抢断三封盖 拿到正21的正负值之后 Rid Shepard在今天对这拥有本届榜眼秀 X2的奇才 又打出了一场A加平分的比赛 他出战全队最多的32分中 两分球10投8中 三分球5投1中 罚球4发3中 贡献22分6篮板7助攻5抢断 帮助球队109比91大胜对手 在比赛中进攻端 Rid Shepard展现出了极高的球伤 不仅可以自主得分 还可以让队友们得到轻松进球的机会 而防守端 则让人们看到了其不可思议的嗅觉 虽然对抗层级从NCW上升到NBA夏季联赛 但Rid Shepard看起来自如的就像 还是在打大学篮球一样 就连全明星空位吹样都在社媒上表示 Rid Shepard实在是太棒了 本场比赛Rid Shepard位二年级新秀 白魔看博特帽 送出了几颗非常精彩的助攻 后者也顺势打进了赢得满堂彩的扣篮 白魔此意15投9中 罚球10罚7中 碰下25分把篮板4助攻5抢断的数据 评分也是A加 至于榜眼球 来自于法国的内线体能官Alex Serre 今天并不好过 他进攻端延续了首秀低迷的手感 只有14投4中 3分球5投0中 拿到8分 防守端虽然送出两次封盖 但球场影响力有限 还被白魔狠狠地扣了一个 至于篮板球也只有4个入账 他正负值为全场最低的-18 评分只能给到C 除了探花之外 本届新科状元 同样是来自于法国的侧翼 Zachary Risesi 今日也表现不佳 全无状元风采 面对Stanfon Castle休战的马次 他居然全场12投4中 3分球7投1中 罚球5发2中 共献11分5篮板两助攻 -16的正负值为全场并列最低 所在的老鹰队也以76比79输球 Zachary Risesi 本场的评分也只能给到C 今天有两位下连首秀状态不佳的新秀 次战打出了比较符合其身价的表现 其中公牛对首轮 11顺位的点燃末代王子 Matas Buccellus 面对拥有明灯哥TJD和Pozemsky 两位二年级新秀的勇士 初战34分钟 22投10中 3分球8投4中 罚球5罚4中 共献28分5篮板两抢断的数据 正6的正负值也为全罪最高 虽然公牛以82比92不敌勇士 但末代王子让人们看到了他 叫板撞圆手的底气 一次下快攻的格扣 冷血又无情 此一值得拿到A的评分 接着C0一郎首轮八顺位新秀 来自于肯塔基的天才空位 Robert Dillingham 本场面对步行者 初战28分钟 14投5中 3分94投2中 罚球2反2中 共献14分 8助攻2抢断 正负值为正8 他在球场上的持球进攻节奏和信心 完好过上一场 此一的评分可以拿到B加 至于C0郎首轮墨新秀 来自于伊利诺伊的猛将兄 Teres Shannon 依旧很猛 全场11投6中 3分球1投0中 罚球8发7中 达到19分 4篮板2助攻 2抢断3封盖 正负值正15 评分为A 两人帮助球队105比94 战胜对手 最后两位二年级新秀 值得专门评分 一位是惊吓刚刚签约快船队的 去年二轮41岁位的 贝利小伙尔美贝利 他在球队以87比78 战胜蓝莽队的比赛中 替补打13分钟 两投1中 罚球2发2中 贡献9分1助攻 评分为B加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性感网红老妈 极度 先赢眼角 至于猛龙队 虽然以84比81 战胜绝金 但他们二年级新秀 200公分的迪克 出战13分钟 居然只有9投2中 3分球5投0中 拿到4分4篮板 正负值是全场最低的-14 在这个层级 还软得有点可怕 D一个今天的评分 只有一个B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